马上到了开始制作梯形图的步骤了。 由于现场有不方便使用鼠标的情况, 建议大家记住快捷键。 那么,理论就讲这么多, 请按下快捷键的F5键。 此时,编辑画面上会自动弹出梯形图输入画面。 下一步请输入X2键。 按回车键,编辑画面上显示A处点的X2。 接着请按F6键,输入X0。 按回车键后,编辑画面上与A处点相连的B处点的X0将显示。 下一步按下F7键,输入Y0。 按回车键,编辑画面上将显示与X0自动相连的Y0的线圈输出。 另外,同时按下Shift和F5键后,输入Y0。 按回车键,在编辑画面上将显示Y0的A处点与X2处点并连。 最后,由于编辑完的地方还显示为灰色,请按下F4键进行确认转换。 仅仅仅是这些操作,从端子的输入到线圈的输出,都可以在一个T形图中完成。 非常简单吧?其他,通过F8键,可对命令语的线圈输入进行追加或删除操作。 或是同时按住Shift键或Ctrl键,通过F9、F10键,对连接线部也可进行追加或删除操作。 。